聲嘶 力竭吶喊 揮舞雙手 指揮人群 他就是離泰院踩踏案 第一時間英勇救援的南韓警察金百千 直視鏡頭拍下他再怎麼吼 聲音還是被周邊的吵鬧音樂蓋過 遠處民眾根本聽不到露出疑惑的表情 當下這名警察決定站在高處繼續呼喊 網友看了這段影片大讚 這名警察是真英雄 只是他本人卻自責沒有救到更多人 總統忙著處理北韓問題的夫人單獨出馬 慰問罹難家屬 8歳男同生에게는 어른들이 누나를 지켜주지 못해 정말 미안하다고 말했습니다 事發後南韓官員的一舉一動 也被放大檢視 南韓總理韓德珠因為在外媒記者會上 不時露出笑臉和記者開玩笑 引發網友踏罰 他被迫再度公開道歉 希望平起眾怒 緯位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